花蓮市立幼儿园停车棚年久失修 钢梁生锈斑驳 市民代表会特别透过建一款协助修缮 在日前已经完工验收 而市长魏佳燕也感谢世代会的支持 让校园的硬体设备可以更加的安全耐用 还兼顾美观 花蓮市长魏佳燕在日前 协同市民代表由郑林 庄一杰 以及同为市佑家长会长的杨哲峰等多位代表 前往市佑进行会刊 有发现我们幼儿园机车停车格顶棚这边有破损的情形 那也是年久失修 所以我们这边代表会 我们一届代表还有镇定代表 还有我们就有一起争取经费 来改善我们这个顶棚这个部分 那我希望说可以改善我们学校的环境 让我们老师呢可以更加的便利 市佑停车棚年久失修 钢梁省锈斑驳 市民代表会特别透过建议款协助修缮 在日前已经完工验收 而市长魏佳燕也感谢世代会的支持 让校园的硬体设备都可以更加安全耐用 那这次我们新增了旅数版 那也希望可以抵抗我们的一些强风 那甚至太阳还有我们的一些豪雨 那也还给老师一个停车的一个空间 那未来或许也可以在里面办一些 我们家长委员会的一些活动 那在此我也要特别谢谢魏玉胜代表 那我们在学校的所有的一个油漆的这个部分 也建议了一二楼的这个油漆的部分 那也希望说未来在我们校园内 有一些小型的一个建设 都可以希望我们华联市民代表会 所有的代表共同来做一个支持 另外园区内墙面油漆的粉刷工程 也选用缤纷的色彩 让校园充满活力 市长魏佳燕感谢代表会的大力支持 并表示公所会持续更新市佑的软硬体设备 让孩子们在安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记者徐立芹欢联市报导